公读圣奴家福音 有些人用小床抬着一个袒门的人来 想送他进去并放在耶稣面前 但因为人太多 他们找不到方法把他带进去 于是上了屋顶 翻开瓦片 把病人连同他的小床一起放下去 落到人群中间 就在耶稣面前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德 就说 朋友 你的罪得赦了 竟是门和法利塞人开始二论说 这个说是独马的是谁 除了天主一位意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 便回答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说 你的罪得赦了 或者说 你起来走吧 哪一样更容易呢 但为了使你们知道 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他转向那坦门的人说 我对你说 起来 那起你的小床 回家去吧 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起来 那起他躺过的小床 回家去了 日路上 日路上 光荣赞颂着天主 大家震惊不已 便光荣赞颂天主 满心敬畏地说 今天 我们看见了其事 上主的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